秀林香公所在太鲁格文创园区 是首次办理了产地餐桌 慢食厨艺竞赛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的乡亲前来参与 同时也邀请了国宴主厨张松涛 担任了监督和评审 秀林香长王玫瑰期望 办理产地餐桌慢食厨艺竞赛的活动 能够多元面向的来推广 秀林香的部落产业内容 秀林香公所在太鲁格文创园区 首次办理产地餐桌慢食厨艺竞赛 大批乡亲前往参与 秀林香长王玫瑰表示 期望办理产地餐桌慢食厨艺竞赛 能够多元面向推展秀林香部落产业 主办的科士农业经营课 承办人温小军表示 秀林香公所非常重视这次的厨艺竞赛 并请国宴厨师张松涛担任评审 期盼参与选手们厨艺成现 外来能够加强秀林香行销部落产业 打造秀林香农特产品 原住民太鲁格组 风卫餐以及各项伴手里等等 为当地观光带来情绪效应 优化部落的商机 今天所举办的活动 它的名称叫做 产地餐桌慢食厨艺竞赛 那它的原有呢 计划这个最主要是因为 我们想要把在地的农产 那农产借着这个竞赛 然后让大家跟在境外境内的 然后了解我们农产的特色 它可以做成什么样的食材 然后不仅仅说它只是一个行销 或是加工或是那些的 可是它在餐食业上 很多的一些就是它的美食 所以实在的构思希望就是能够提振 部落经济办理各项农业推广 以及振兴计划 鲁村之中 台北希望广场推广计划 农业补助及肥料补助等等 就是多元的面向 希望推展修营箱各项部落产业 经过一个三五的竞赛 能够第一名的是胡建荣 第二名是赖宇祥 第三名是李萌源 并且由修营箱的吴明贵 亲自颁奖这些厨师们 希望能够共同来为部落产业来努力 记得喜欢学习们了